112年房屋税的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目前还有四成屋主没有缴款 提醒民众如果逾期缴款的话会被加征是纳金 而如果是透过账户扣款的民众 也记得要在约定账户里头存入足够金额 以免扣款失败 112年度房屋税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目前还有四成屋主没有缴款 提醒民众要在期限之内缴款 以免逾期被加征制纳金 花莲县112年5月份房屋税开征9万6千多件 缴纳期限至5月31日截止 截至目前为止 约还有四成民众尚未缴纳 提醒民众请尽数完成缴纳 避免受罚 预期缴纳者每逾3日按制纳数额加征1% 最高可加征至10% 预期30日仍未缴纳者 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花莲分署强制执行 税务局表示缴款方式十分多元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还可以抽千元礼券 如果民众遗失税单可以向税务局 或者是各乡证事公所财政客 以及税务局的网站来申请补吧 房屋税柜台于开征期间中午不打烊 下午延时服务至6点 请乡亲多加利用 乡亲如未收到缴款书或遗失缴款书者 请向本局或预理分局 或就近乡镇公所财政客 或利用本局资讯网站 线上审办视讯柜台 申请不发缴款书 有任何房屋税疑问 也可以向税务局来查询 乡亲如有房屋税相关问题 请拨打本局免付费服务专线电话 0800386969 或总局8226121分机232-239 或预理分局8882047212213 恰询 接着会换室报道